大家好,我是NC小葉,第龍一龍 隨著上次的大型版本更新,World Zone裡新增了一項戰術道具,那便是我們的望遠鏡 之前有看過版本更新的影片,各位應該也都知道這個東西是用來幹嘛的 不過在這邊我還是先稍稍解釋一下 這個望遠鏡最大的特點就是瞄準時不會有反光 並且同時擁有一倍以及八倍兩種倍率和熱成像模式可以切換 簡單來說就是在大豪殺裡面還挺實用的觀測道具 不過今天要講的並不是這個,而是在某次實況直播中小葉無意間發現的一個官方BUG 這個BUG在某種程度上給予重BUG的玩家自動顯示敵人未知的能力 雖然不會像真的外掛一樣透視,不過只要敵人在一定範圍內出現於你自己的視野中 系統便會自動顯示敵人的即時精確位置給自己知道 發現這個BUG之後又經過一些測試之後發現竟然有特定的情況和方法可以刻意觸發這個BUG 接下來小葉就要跟各位講一下這個BUG到底是如何觸發的 那要是動視暴雪或IW的工作人員有看到這個影片也還翻請立刻修正這個問題 好,那麼就實際進到我們的教學環節吧 這個BUG的觸發其實相對也比較簡單一些 玩家要做的事情只有三件 第一件是於場內找到一個望遠鏡 第二件事情則是在看著望遠鏡的情況下被敵人擊倒或是自己倒下 第三點則是自救或是被隊友救起 那只要完成以上三個步驟之後 你便會開始發現你的畫面中出現了一些奇怪的東西 那就是每當敵人出現在你的視線範圍內的時候 原本只會出現在標記無人機與望遠鏡中的敵人白點 竟然直接附加到玩家的視野上了 有!可以!這裡有人!這裡有人!我看到那裡有人了! 我看到那裡有人了! 這裡還有一個! 這裡還有一個! 他們回去撿東西!他們回去撿東西了! 我先不加好了 我先不加好了 但當距離拉遠或是敵人躲在草叢裡面的時候 這個bug的確可以讓玩家有類似掃描敵人位置的功能喔 那不過要是再拿出望遠鏡看一次 或是把望遠鏡換成別的戰術道具 這個bug就會立刻消失回復到原本正常的狀態喔 那雖然我個人也不是專業的工程師 不過我自己猜想大概是倒下的時候 強制從望遠鏡的視角切換成倒下的視角 並且在轉換的過程中不知道出了什麼的錯 所以才形成這種望遠鏡卡在眼睛裡面的問題喔 那現在各位就可以知道 為什麼最近有時候躲在草叢裡面 敵人還是可以直接看到自己的位置 那排除掉使用透視的人之後 直不定就是中了這個bug的玩家在打你囉 那不過不管怎麼說 各位也沒事別去濫用這個bug喔 要不然到時候找別人檢舉利用遊戲漏洞 而被封號可就得不偿失囉 好的 那麼我們這次簡短的小影片就先到這邊 如果你要喜歡看到更多更多的新資訊的話 別忘了留下你的喜歡 並按下訂閱點鐘鈴鐺 並幫小夜把影片分享出去 讓更多更多的玩家知道這些新資喔 那麼我是小夜 I'll see you guys Hangly outside 掰掰 Bye